红灯停,绿灯行,红灯等,这些硬性规定我们都懂 那么你知道是谁发明了红绿灯吗? 而不然今天话题,红绿灯的发展史 首先,没有红绿灯之前,交通疏通的重担是交给交警叔叔们的 但毕竟交警不是谁想当就能当 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经常出现伤亡事故 以19世纪下半夜的英国为例,每年因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超过2000人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1868年,世界首台交通信号灯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桥边上部署完成 那时红绿灯需要手动切换,而且能源不是电,而是煤气 结果24天后,地下煤气发生泄漏和爆炸,导致一名警察重伤 这种煤气信号灯随即被停用 直到1912年,美国华尔警察发明出首个以电力为能源的信号灯 但这个信号灯仍只有红绿两种颜色 随后1914年时,发明家霍哥给信号灯按上了风鸣器 在出现交通意外等紧急情况时发出警告 1920年时,美国波次警官考虑到交警无法同时改变同一路口不同方向的信号灯 所以首次添加了黄色信号灯 这样就为车辆、行人与交警提供了反应时间 同年10月,洛杉矶百老汇区安装了世界首批自动交通信号灯 不过该信号灯还是采用了红绿两种颜色 黄灯被铃声代替 两年后,克劳斯海因兹公司推出了首款全自动计时的交通信号灯 为休斯顿省下了近千万美元的人力成本 虽然上世纪5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崛起 信号灯也开始了长线改革 比如1952年丹佛的个别路口地面上设置了压力板 计算机可以根据地面下方的压力传感器调整信号并监测城市的交通流量 在纽约,除了压力感应外,还有了个别声控信号灯 但其实到了21世纪 绝大部分信号灯仍采用最普通的固定即时信号灯 少部分人行横道路口会存在行人控制开关 下方们还想知道哪些小知识呢?留言评论吧